快乐龙年好 还没到龙年 今天除夕 预祝 预祝龙年 先拜给你 身体健康和家伙 也很荣幸 这次第二次有机会 两位跟夜霞很好动 一起做这个专访节目 那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最好有个热点的问题 就是梅西 网上现在已经上纲上线 已经上到了一个政治高度的问题 说他这个梅西辱华 在香港的这个友谊赛 和这个日本神户的这个友谊赛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大相径庭 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 我知道因为您跟梅西 因为我们在网上这几天也疯传 这个郝海东我们第一足球先生 和这个梅西切磋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您对梅西的了解和对这件事情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具体的这个我会在下一周的周六 在带雪的金牌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啊具体的一些事情啊看法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什么 这个商业比赛和足球比赛职业比赛 以及职业球员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跟共产党跟你说的这些什么辱华的 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大家就是契约合同一些具体的事情 这些具体的我会在下周跟大家再聊一聊 就是商业比赛的这些事情 那么03年都有过吗 黄马什么到了香港 对吧 2003年 20年前对吧 那我都去踢啊什么的 这些事情会让大家更多的 你会看见一个香港最后都会成一个什么样子 这些王八蛋们在中共的体制内都会变成什么样 包括这个霍启高 这个小屁孩子 就是说你们都会知道跟着共产党走进火山城 在未来你们都会看见他在共产党的这套体系里面最后成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具体的情况下周跟大家聊一下 好的 我不知道那个因为我知道你具体的事情想跟大家聊 但是有一句话我想问你一下 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是说当时的这个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呢 这个叫刘淑怡的人呢 立马在这个X就是以前的推特平台上就开始骂美希说 希望美希永远不要再来香港 因为他的谎言和虚伪让人恶心 这个话说的非常非常的直接 那我想问两位就是 叶刘淑怡嘛 她叫叶刘淑怡 对叶刘淑怡 她的谎言和虚伪 她是在骂这个美希的谎言和虚伪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中共已经在这个被完全拿下了这个香港的 这个原来的这个东方明珠的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谎言和虚伪 我不知道对因为我知道战友们都非常喜欢听两位痛斥这帮孙子 我不知道在今年这个除夕营 除夕营新年的这个环节当中 你有什么想在这方面说的这个谎言和虚伪上 我觉得她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他们自己呢 就很好的印证了他们就是谎言和虚伪 其实这件事情上在我看到的在国内的一个媒体平台上面就已经发出来了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他们香港那边的这个好像 不知道是主办方还是反正他们是已经知道 梅希是不保证下场比赛 所以其实整个事情就是他们在骗香港的老百姓 包括国内的老百姓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说当时你知道我们当运动员的时代的霍正廷 就是霍吉康他爸当时其实就已经控制了他牢牢的控制了香港的整个体育界 他好像是香港体育界的这个就像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现在呢足球这块好像就是霍正霍启刚的这个弟弟还是哥哥 是什么足写主席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操作 难道他们怎么签的合同 什么具体的细节他们能不知道吗 这帮孙子很逗你说你说他们梅希人家梅希是迈阿密热队的一个球员 就像我是曾经比如说我在职业队里面 我是大连万达大连石德 是吧 这球员是一个巨洛部里的议员 他有啥关系他来比赛 就像比赛一样 梅希不踢了你们就不看比赛了 有一场比赛 梅希今天踢不了你们就不看了 对吧 他是一个商业行为是一个合同 他妈的跟你妈的梅希有啥关系 你那么给我钱 合同上怎么签呢 我就执行 我就去 你没有扯那么淡 什么什么的面子 神经面子 我为什么说 就是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会说就是一些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 几十年来 他不是霍人 霍英东所谓的霍家这些孙子 他就只是舔着想挖空心子 想贴上共产党 最后利用中共他们来赚钱 你这些麻烦的都要从霍英东开始 对吧 你们包雨光是受刑 你霍英东受吗 你们这些孙子发国难残 这个卖点沙子 倒腾点东西 你们这帮孙子 澳门赌牌上有你点股份 你们这帮孙子干了什么好事 是吧 从霍英东他们那些开始 是吧 从八十年代开始 就来中共 舔着足球这块 开始了 霍振亭了 这一溜这些 下来 我都跟你讲讲 霍启刚 包括这些人 你们这帮孙子 小屁孩子 你还在这 还骂人家 梅希不有病吗 梅希 跟梅希有啥关系 对吧 你骂人家有啥 他就是一个球员 而且非常绵蕾 非常这个 没有什么 人家尊重合同 拿合同 干事 而且你千万 在共产党体系里面 你们感觉 什么这些球员们 还要给你们点面子 怎么扯 他总统 他都不屌 对吧 你有啥用阿根廷总统 要照相了 他都不去全队 完了以后 他们夺了罐 回阿根廷 对吧 你那么扯淡 你一个那么 所谓的 现在成了臭港的一个东西了 你成为港府 这种东西 你来 都是香港政府 对吧 现在国安法以后 慢慢的加把孙子 都是共产党化的 这这这这这 跟共产党的一个习性了 弄出来 就是之前不得势 不得力的这些人 现在当了官了 开始能 是吧 抛钱了 他们感觉能奴役人了 之前他不希望 所谓的被资本 被这些合同 被这些东西 给压制了 因为他们肯定 这些孙子 肯定没有一点的能力 在专业上 在职业上 在那 根本不可能 对吧 你就要霍气钢 霍气山这些啥 他能有啥本事呢 对吧 他上场上来 这个这个这个 比较了 对吧 就是这种 事情出现了以后 你们才会看见 这就是共产党制下的 那他们的笑话 全都是笑话 都是他们操纵 好了 我突然发现 我们三个人很默契 穿的都是佛系 两位更是更搭 但是我身上 也是这个佛系的裙子 那我想问你 就是在这个事件 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 我们刚刚有钢琴家的 这个辱华的事件 让大家很觉醒 让大家看清了这个 所谓的披着这个 中共大外宣外衣的 小粉红们的这个仇态 而且这帮孙子 老实说 把我们给绑架起来 把华人 把中国人 把所有的这些 黑头发 黑眼睛 黄皮肤的人给 绑架起来 你这帮共产党 这帮孙子 别老说什么 辱不辱华 辱不辱中国人 跟他们你有啥关系 对吧 人家有台湾人 有新加坡人 有马来西亚人 有我在哪个国家 我拿了哪个护照 我就是哪个人 是吧 你妈那什么 你妈那华人 什么你 你爱共产党代表你自己 你别代表我 是吧 我们不需要 没错 这帮混合 都是混淆 就是洗脑混淆 给你妈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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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架 好的 对 这是我想问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 你觉得这样的操作 包括胡锡进 胡叼盘也出来 说话 说啊 这个你对不起 香港的球迷 这个球迷花了这么多钱 来看你 你觉得这一波操作 能不能起到反作用 反而让中国的 这个老百姓 跟中国的民众更加看清楚 他们需要在2024年 在这个全球灭控的这么一个年里面 要和中共彻底切割呢 对呀 对呀 就是共产党这帮孙子 他们自己啊 逻辑都不能自洽 你懂吗 就是我今天问问你 你这个孙子整天说尊重什么辱华 什么不尊重别人 你们那我就问问你 你这个孙子拿国家的 拿政府的资源 是吧 你们搞一下飞机 哇 什么以为国家元首来了呢 又封了停机坪 类似又有迎接仪式 我问问你 你尊重香港的市民了吗 你尊重那些坐飞机的人了吗 你这些王八蛋 你这个孙子 对吧 而且我告诉你 霍起刚 你们这帮孙子都不懂 什么叫职业体育 职业球员 对于我们来讲 只有合同 只有上场比赛 跟基本国家 跟你当官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在中共的体制底下 这些人没有办法 但是但凡有一点办法 哪怕是伪职业 我都属于 对吧 在职业化市场上的 虽然中共的伪职业 我还能造就出这样的人来 对吧 像样小叶他们这些 包括体育总局的这些 体制内的这些 这个这个体育队的项目里面 没办法 他被共产党控制 我就问问你 你尊重香港市民了吗 你们这帮孙子 费那么多的公权力 迎接球员 人家下飞机 欢迎仪式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这个孙子连他屁都不说 我们球员很累 很累 下来只想好休息 只想恢复好状态 只想打好比赛 只想把身体弄好 因为没有这 他妈的我们靠舔你 共产党舔你官员 你们一分钱给我带不了 我上不了场 进不了球 你们这些王八蛋 骂我和弃之毙吕的 一定都是你们这帮孙子 对吧 因为我没有价值 我进不了球了 我打不上阻力了 妈的你欢迎我啥 是因为梅西一个人来 你们这帮孙子 是吧 港府的这些王八蛋 就想利用这些事情 来搞点事 给你们脸上贴贴肌 最后没想到弄砸了 你们又弄到人梅西身上 你们扯的 谁让你去动用公权力 来去迎接 一个什么迈阿密 一个美国职业大联盟的足球队 你们不有病 你们是不是有病 那他妈踢的跟屎一样 所谓的 对吧 他妈的职业大联盟 什么连赛水平 是吧 而且这个队是个垫底的球队 对吧 你们这些王八蛋 我问问你 霍奇刚 你他妈尊重香港市民了吗 你们口口声声的尊重 你尊重人家了吗 你他妈的搞出来这些东西 封锁了这些 这些所谓的公共资源 那其他人怎么办 怎么来飞飞机 怎么不得方便 怎么办 你尊重了吗 我问你 霍奇刚 你给我回答 你今天在微博上 你也能听 浩海东说了你这个事 你给我回答 你们口口声声 所谓的这个要 为了老百姓 为了球迷 为了谁 OK 你跟我讲讲 你为什么要用一个 国家元首的待遇 来欢迎一支球队到港 还要欢迎仪式 还来致死 还来让你 他妈的为了 你就为了你们那点 讲屁事 一个你们本身就是跟他讲的球迷 跟他讲假公祭司 是吧 跟人找找笑弄一弄 完了以后 卖点票 你们赚点钱 是吧 你弟弟还是他妈的 所谓的租协的主席 现在是港府的了 租球总会的 是吧 你们现在慢慢爬上来了 弄了想贴点机 弄了 没想到吧 弄了一兜的屎 是吧 没他妈的脸 贴了一只吃了一顿堵的屎 这个东西就是共产党 他永远投不了他们的所有的 我不知道香港为香港的 其实很多的信息 这两天的信息 不光他们不尊重香港的市民的公权 用公权力 滥用公权力 但是这两天其实在香港 他们也在扩大这个国安法 其中的一条定例就是叛国罪 现在中共已经害怕到香港人跟台湾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活动的运动组织去沟通 所以才要扩大他的这个叛国罪的这个定义 所以你想想看在随身印他的什么就是股市蹦跌成这样 再下来的就是什么 文贵先生一直告诉我们就是香港的港币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惨状的这个事态里面 中共国急需一个人来站台 却没想到请来站台的这个梅西也给他们弄了一身骚 所以说我相信中共国在今年的2024真的是倒霉 我们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假城马上步入这个假城年 但是已经看到了一个好兆头 就是什么 就是中共的眉头 那我想接受 我再给你讲一遍 我再插你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中共请梅西想到的 它不是的 它是一个商业比赛 它是这个通过一个主办方跟迈阿密这个球队 要打一场商业比赛 这个商业比赛里面的股东其中是贝克汉姆 贝克汉姆2003年也随着黄马到过香港 那么他跟这个香港里面的这个主办方里面肯定是有点联系 有点那个 完了他也是迈阿密的股东 所谓的 到底多大什么的 我不知道 所谓的什么的 那么他跟他一说 好有的商业比赛 行我来 是吧 根本不是说你妈妈在香港人 如果香港特首出面 中国请梅西来替场比赛 那么扯呢 梅西说他妈的 你有病 我怎么提 我一个人提 我再告诉你足球是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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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团队的运动 他是需要 个人需要球星 但是你如果不容忍全队里 你凌驾于全队之上的时候 没有你的位置 谁也不会你摸 赛里东一样 梅西什么C罗 一个德行 你在队里不为球队着想 主教练不容你 你懂吗 所谓的你将主教练下课是什么 那是因为 主教练在这个球队里面 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背后的大老板就是股东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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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俱乐部的主席这些人背后的人家 呃为了全队为了会有些调整啊什么的 那么你们知道曼联最后的福格森 那都是对啊 那整个球队整个更衣室是他在控制 最后老板都要卖他点面子啊 这个就是博弈 你要知道职业足球 职业体育跟共产党跟你想的都是没有任何关系 你他妈说请人没心来没心来你可以淡逼对吧 他可以跟我做节目 跟我拿了钱 大家一块高兴 没问题 你要拿当官的拿最所谓的来去要挟来去弄他们 你连个屁都不是 连个鼻屎都不是 你什么他妈的习近平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萨达姆什么这跟他屁毛关系没有 因为我们是在市场上拿的合同 你懂吗 我有本事我能踢进球 为什么西方社会 为什么最后能去共产党一定会被灭 因为你们不尊重市场 没有民意 没有任何其余合同的精神文明 那你们就被淘汰了 是吧 是这么一个概念 根本不是你想的 你看见或者你这样说 我们请梅西来踢场球 我都给了你这么好的待遇 你也来了 你他妈又没死 你把腿也没断 你就上场来 踢不了一百分钟踢五分钟 不行讲两话 他们就拿香港的这些王八蛋的 这些所谓被他们控制的那些唱歌的明星足球队 啊来吧 完了弄了 完了一块 他妈的能是一个样吗 两个概念 对吧 这是最后 为什么我说 咱们看到的国内很可怜 这些韭菜粉红的老百姓 都被会裹挟着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到底是世界 是个什么样子 真正的世界的秩序 世界的运行标准 规则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他们就 你这样 胡叼牌这种人 出来胡说八道一下 大家就跟风 环球时报 是吧 操纵点民意 而且我告诉你 共产党在这里面 最后 他想搞 臭梅西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梅西会越来越好 没有一个会例外的 就是说 但凡你共产党 想抹黑的 想最后 到底一定完蛋 但凡你跟着共产党的 未来你就看看 霍丁东 霍镇丁 霍 起刚 我再告诉你一遍 你在国际上 你连波使动 你在足球圈里面 你臭了大街了 我今天讲的 郝海东讲的 霍起刚 你看一看 未来你还能 你所谓的能请 人在去香港打比赛 是什么 一定是中资企业的 是吧 你所谓的去了 什么意大利 国际米兰 是吧 中资企业 你要这些 张丁东他们这帮孙子 最后没办法了 给共产党跪下的时候 对吧 他儿子 可能给你过去 挣点钱 类似 但是背后 如果慢慢他不行了 背后的股东 一换一内的 你一个屁也不是 你们这些王八蛋 你请国际米兰 你也花钱请了 你怎么不请 里面没有 大牌的球星 你商演个屁 你卖不出票去 你怎么弄 对吧 这是整个商业比赛 和真正的职业体育 和商业演出唱歌 两回事 它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 你们看见的这些 都是胡说八 都是他妈共产党弄出来 想凑凑谁 想弄一弄 他们的政治目的 所谓的 其实跟人没戏 半毛钱还关系都没有 好了 好 谢谢海东哥 那在剩下的这个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想因为刚才才开头的时候 我相信两位也看了文贵先生 从这个MDC给我们的新年的寄语 那刚才的两位的视频 在开始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感动 因为每段 每当听到这个赵英姐说到 看到海东哥坐在床边的那个晚上 然后想了很多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赵英姐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赵英姐真的很懂海东哥 就是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那这种默契跟这种爱 是通过空气 能够传达的 包括第二天 这个赵英姐就已经把这个遗书都写完了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 我都会很感动 那刚才七哥说到的这个郭七条里面 他就有一个担心 他的第二天 他说他很担心 他说战友有可能会低估共产党的邪恶 被委内所影响 怀疑自己在过去七年当中 或者几年当中所做的一切 和自己的这个勇气 我想听听赵英姐 你对七哥刚才提到的这个郭七条 包括刚刚我说的这个第二条的担心 你是怎么想的 他就讲这意思就是有人说 就是他担心的就是说被委内带偏 被这些东西 我想我们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其实可以说连过黄土埋了一半了吧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活到一百岁吧 已经就是你所 你可以你可以 你所做的事情 所这个你想好了 你要去干的事情 你就一定就作为我来说 我们来说我们就义无反顾 想好了既然要去做 就不会像拉抽屉一样来回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也就是已经心已决 永远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是对的 哪怕我们这个 输了我们也认为我们是对的 就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我一直在讲足球没有输 你做的这些事情不可能 怎么会有输呢 你输了啥 对吧 你死 人一定会有死 因为会有生 对吧 你早晚是死 对吧 第二 你所有的事情是灭共 你怎么会输呢 那共产党一定会灭 你输啥 对吧 而且说带偏了不带偏了这些东西 都是你的智慧勇气 你的最后的选择 你想想 我们如果是个傻子 怎么会选择 他是个傻子吗 他就在国内活着就完了 而且你不可能出来 你出来了 你也不可能说受到有一些这些的影响 你比如说七哥的爆料 一般的人怎么受他影响 七哥讲的这些东西 所谓的中南坑 中南海在哪他都不知道 真的很多韭菜们那些脑残 他哪知道 他去过吗 他知道吗 是吧 他连中共的体系里边 他连建设个派出所所长 他都哆嗦 是吧 这就是 刚才我讲的霍启庄这个孙子 他以为他现在当官了 对吧 他以为给了他一个人大 一个什么政协的那个牌子 他以为他就可以奴役人了 因为他这之前 他就是个 在香港啥也不是 是吧 跟着他妈吓混了一个所谓的 中国人 就大陆人以为的 他是富二代富三代什么 他连他屎都不是 他狗屁的 香港他什么都算不上 在共产党接管他之前 对吧 他连帮着都靠不进去 因为整个 我都讲了 包宇刚 人家是 是吧 像台湾的王永庆 这些人是真正的 有钱有拿了一个个 整个的那个 他们 死都不是 是吧 但是 就像这个这个 我们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一样 走到今天 我们不可能再被谁带偏了 或什么 那你就 纯属于这个 这个脑子有病 完了 也有很多的 有一些所谓的 对 带偏了 他们之前 本身就不存 对 他近来所谓的 作为战友 他可能抱有目的性 他可能觉得前面的 有投资 有利可图 他是带有一些目的性的时候进来 但是如果是真正纯粹的 就一心想灭共的战友 没有一个能被带走 我们是灭共 当然灭共路上 我们还赚钱吗 这就是七哥给大家了 这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你不能说 我不赚钱了 我就不灭共了 你要赚钱 你就像说 我们是被骗了 被赚钱 我为什么要灭共呢 我大把的东西 我们可以赚钱嘛 对吧 在共产党里面也赚 在国外 我再告诉你共产党 哈尔农叶高颖到了今天 我灭共 我一样会赚钱 我一样会做 在中国 你以为 你这会什么 没吸 没吸 他妈的 离你那钱 人家不活了 他这几十年怎么过来的 他就像我一样 我们他妈的是 因为靠你共产党 这帮孙子 你们一定要最后 这个这个 理清这个逻辑 跟你共产党 跟你国家 有个蛋逼关系 我们自己没本事 我上哪儿挣钱 上哪儿养我老婆孩子 上哪儿买房子 上哪儿给孩子弄学费 上哪儿去给父母亲坐游轮 是吧 是我挣到的钱 跟你赔不培养扯鸡不蛋的事儿吗 对吧 我都说 你共产党培养 说梅西 你培养点梅西吗 你培养说 他不可能是因为他有这种能力 我也从市场上 我也从你的帮助当中我成长 那么我也反馈给你们了 我给巴一队得冠军 小叶给巴一队得冠军 我给巴一队挣涨会飞 对吧 他们这个付出了 大家也都是该回报的都回报了 我有什么好感不感谢的 对吧 感谢你的应该是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最后我去捐了款 当然了妈的很多都捐给郭美美 是吧 红十字会 从此我也不捐了 是吧 那都是我们自己 我自己的钱 对吧 我都是回馈了社会 跟你妈 你什么国家 共产党什么有 大毛钱关系不 是吧 这都是逻辑 但是共产党给人洗脑的不是 他一定给你讲述一个宏大的叙事 是吧 哦 为了国家 为了国家 为了你个屁 连人妈的看个病 他都弄死你 是吧 读个书都问你要钱 是吧 你他们义务献血了 他把血拿去卖了 这都是共产党干的吧 对吧 这不是我说 这是你们那样的干 对吧 其实刚才那个说的 说非常好 我觉得两位说的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七哥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七哥在七年的爆料革命 其实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 为了就是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心态 更健康的身体来面对 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苦难和灾难的到临 那七哥曾经在直播上说过 他说苦是让人决 难过了以后可以让人醒 那经历了苦难的中国的人民之后 他们会觉醒 所以我相信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一个先生在今天早上的七条里面 还说到了兴奋 他说没有一个真战友真正的离开 而是那些所谓的潜伏进来的委内后 本来就不进来 只有功利性的这些假战友的离开 所以他有兴奋 有激动 有迷茫 但最后他说的是相信 他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灭共 而且很快会跟战友相聚 那由于我们这次的专访的时间快到了 我们最后只有一分钟 我想给两位各自三十秒的时间 来说今天的这个 来作为我们今天专访的结束 我们先有请这个 郝东吧 郝东哥 你先来 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新年每一年 年年岁岁 华湘市 岁岁年年人不同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 让我们更崭新的自己 更有信心的自己 更有信仰的自己 更加灭共坚定信念的自己 带给在现在深险领域的七哥 让他相信 真正的战友不会离开 不会离开革命 不会跟他有什么任何的 背离的事情 不可能 因为他当年点燃的这把火种 已经在中国的所有我们的心中 已经熊熊燃烧了 永远不会熄灭 好的 谢谢 张英姐 我们到大家的说的太好了 这点停的这共产党 完了给领导 索贝的领导 我在家都是小二 领导做总结 其实我很知道 我不是共产党 我心里的话 你别给我灌着米粉混淌 我们位置摆得很正 就是小二 好的 好 感谢我们两位为大家 可爱的 您说 最后 最后 我最后说一句 也在这里也感谢这个七哥七嫂 郭美 郭强 七哥的所有的家人们 这个在这里我们也祝祝他们 燕瓶姐 燕瓶姐 燕瓶比我大小 我不是老 因为尊称必须的 对 也祝他们 农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还有全球的战友们 好的 爱吧 好嘞 谢谢 谢谢两位可爱伟大的 这个新中国